德國兩大豪華車廠 賓士還有B&W 很多人都會覺得他們之間的關係 只是競爭對手 不過近期 賓士公布了新車 B&W竟然是拍廣告 酷手祝賀 銀白色車身在城市中穿梭 這是賓士9月初發表的 全新大改款 S-Class 不過同鄉的老對手B&W 竟然在社群媒體上 PO文直接嗆聲賓士 這是B&W的官方認證的帳號 他說什麼呢 我們當我們聽到新的S 而且還抵抗了 對 還抵抗了這個賓士的官方照 B&W拿這個S字母大作文章 酷手賓士影片中可以看到 一輛車在S型的山路上奔馳 但出現的卻是B&W 7 Series 賓士則是回覆 我知道我們有很棒的S 也謝謝你秀出你的 雙方都展現出一敵一友的鬥趣互動 賓士這個新的S的車子上面 它的車尾的尾燈 是首次出現了分離式尾燈的設計 賓士跟B&W並不是只有這個時候 在互相的這個 互相的去做行銷 這兩家德國大廠 其實競爭超過百年 不過賓士比B&W早33年創場 而在B&W慶祝100週年時 賓士也推出廣告 逐合對方 並暗虧沒有B&W的30年很無聊 這個是一直一個賓士總裁 退休了之後 那個白鬍子也是賓士的總裁 對 回到家裡開的是B&W 最棒的這個新世代的這個 電動車i8出門 暗示B&W車款才是賓士總裁 真正想要的 賓士也神回擊表示 我們的老闆寧願依靠真正的馬力 如此的幽默互動 也讓外界看見 這兩大豪華車廠的良性競爭關係 動森財經新聞 張站劉子騰綜合報導